喂! 在做什麼? 我和Jekyll都試用這部機 我剛剛走出來的 我沒有變漂亮度 你之前不是說想買一部美容機嗎? 是啊 哦!這個版是新版來的 因為舊版我是有用過的 我拿完就一下吧 謝謝 OK! Bye Bye! Bye Bye! Hello!大家好!我是蘇琳 我用了這部機大概接近一個月左右 它就是Panasonic出的高滲透離子美容機 我之前是有用過它舊一代的 那一代功能性比較獨立 而這個就是夾合性加強版 和上一代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多了一個高滲透這個頭 你看看它第一個功能是清潔模式 我一向覺得皮膚清潔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由卸妝去到洗臉 還有做二次的清潔用爽膚水 平日的皮膚清潔你不做得足的話 化妝品是會堵塞我們的毛孔 所以以上的步驟我都是非常認真去完成的 它這個清潔功能就保留了上一代的 尼紙技術 把殘留在皮膚上的化妝品 和髒度倒出來 落到最底這個就是開關鍵 一開就是清潔的模式 你可以調整你的尼紙level 有兩格三格 然後再調整溫度 溫度就以紅色為顯示 你又調整自己的強度 就有三個級別給你去選擇 調整好模式之後 我們可以拆這塊東西出來 然後放上一個化妝棉 它會做這個步驟 是想把髒的附荷在化妝棉上面 是剛剛好的 再在上面噴上一些化妝水 或者爽膚水 它的背部就有一個離子板的感應器 你就這樣壓住它 可以按壓的方式 或者是慢慢地向上推 那這個呢 就會代替了二次清潔的功能 其實我現在還沒卸妝的 不要弄你 它簡直就是提高了二次清潔的功效 令到我更加放心 那我本身皮膚比較薄的 如果我做去角質的話 我會用果酸 不過就不是經常做的 我反而會把心機落在平日的清潔上面 那接著它的下面有高滲透 保濕和提亮 我們先說這三人 高滲透是今次的全新技術 我們可以看看下面這個圖 看到這個圖 我才知道原來透明質酸的分子是這麼大顆的 那我平時用的護膚品 我會很懷疑它究竟有沒有入到我皮膚 而這個高滲透呢 它就可以短暫性地開放各側層的細胞 那就幫助透明質酸和膠原蛋白等等的一些分子 倒進去我們的皮膚裡面 簡單一點就是它開了條路 然後讓你注入營養 這樣就做到更加深層的滲透效果 而你用這個模式的時候 可以不需要用任何的護膚品 你記得之後要用保濕的模式 或者是冷凍 按下去三秒 它自己會停 然後你就可以Move去下一個地方 兩分鐘就完成這個步驟 接著的第三個就是強效保濕 開了這個模式之後呢 你又調整靈子的強度 還有溫度 然後面部呢 就塗一些精華啊 美容液啊 或者乳液 它就是幫助保濕分子滲到我們的皮膚裡面 用的手法是點壓 或者是向上推壓 那這個步驟呢 就維持三分鐘 我會特別喜歡在敷面膜的時候 用這個保濕模式 那你敷面膜也是要用時間的嘛 對我來說 我會想省回 那如果就這樣敷的話呢 我都會想面膜真的發揮到它的功效 濕入到我的皮膚 那就用這個去倒入 感覺上是沒有浪費 而且用到盡的那塊面膜 然後在下一個模式呢 就是提亮 這個步驟我會喜歡在早上做的 它是幫助維他命C的分子 入到我們的皮膚 而在做這一部分呢 我會比較喜歡真的這樣向上拖的 令它緊緻和光澤感加強 不過以我使用的經驗來說 我不是那麼建議用面膜之後 再用這部機 最後用完這部機了 先用面膜去鎖住 好像保鮮膜一樣 鎖住的水分 無論你在煮劇 看書 煮水 煮電話粥 或者思考人生 吃零食也好 你都可以用這部機來進行美容 而且有時候工作特別忙的時候 你不是每次都有空去美容院的嘛 平時就可以自己家裡自己收護 同時可以自己幫自己做一個急救 說了整條片 其實我都沒說到我最喜歡那一部機拍的 就是快速凍敷和冷暖交替這個模式 收毛孔和即時的消腫效果 它這個感應頭可以在5秒左右的時間降到10度 即是有時候我拍攝早起床 臉真的會特別浮腫 去到下午它才會燒回來的 我可以說我之前用的方法 就是用這個鐵盒 它裡面呢 就放一些冷水進去 然後就可以滷了全面 來燒腫 以及燒眼的腫 我要隨便把它放在冰箱 或者放一支冷水在冰箱 每天早上就是要多走幾步路 去拿這個東西出來去敷 那人呢 好壞不壞就是非常懶的動物 我就會經常都 算了 有得它腫了 而最近那一次經驗呢 就是我月餅吃得太多了 那一晚 第二天我要拍攝 整隻眼睛超級無敵 然後我就用 朝早寶貴的兩分鐘時間 去做一個動褲的模式 是即時看到整個人沒有那麼浮 那一刻我覺得 哇 神奇 根本就是救星 而它最後這個冷暖交替功能呢 就可以幫我們修小毛孔的 平時我用修小毛孔的方式 就是敷化妝水 那現在就會再用這一部分 去做加強的部分 我通常這裏呢 我就會在晚上那裏做 那凍膚呢 就會在早上 一凍什麼都醒了啦 那現在這一部機呢 我就可以和媽媽一起share用的 其實我覺得真的不錯 因為平時媽媽就比較省 不喜歡去美容院的 那用這個方式 它都可以keep住漂亮 好了 那這次這條片就到這裏了 我們下一條片見啦 拜拜